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长期以来关注双龙部落发展 日前除了协助双龙国小建构电脑硬体资源 还引进了明泰科技文教基金会 提供无线基地台以及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提供平板电脑、科普实验教学、职业探索等课程 来帮助双龙的学生 就算在偏远的山区也能够进行多元的学习 透过平板电脑的使用以及电脑基础教学等课程 加上从游玩中学习知识 新一乡双龙国小学生参与其中得到了很大的学习兴趣 很多有趣的知识 像是主机板 还有那个硬碟 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些课程 我为了找到会当一个有用的人 之后可以跟这些外面科技业 做一个长期的对小朋友做一个陪伴 然后也可以引接一些外界的资源 然后让这边的小朋友可以跟外面做一些接轨 然后让他们可以激发很多不同自己一些学习的想象 然后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有所进步 今天有他们这些非常有热心 非常支持我们的 我们不要忘了用什么来代表 就是我们要好好的用功补书将来做有用的人 由中国医药大学附设计院 牵线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明太科技文教基金会等慈善团体 共同来到圣龙国小 推动电脑与科普实验教学 希望炮砖领域提升偏乡教育资源 我们集结企业不同的力量来关注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最大的一个温暖 要拯救世界 那拯救世界是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希望各位小朋友都可以找到一个你会喜欢的工作 因为偏乡国小的学生比较少 所以分配到公部门的资源可能比较少一点 那我觉得民间企业可以一起来响应 加上公部门的这个整个资源 一起来为这个偏乡国小啦 偏乡的这些学校 建制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教育的一些平台或设施 充龙国小同线上多声感谢这些爱心企业团体 对他们的爱与关怀 让他们在电脑资讯等方面教育 得到进一步的多元学习 记者蔡雪奇的行李箱采访报道